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汉江 北林武侯祠 东连马超木 西街杨平关 位于陕西汉中 投资2.5亿是陕西的重点项目 虽然名字上叫诸葛 但是其实和诸葛亮没有关系 但是古镇主打十三国文化和民俗餐饮 在刚开始古镇的人气非常火爆 吸引了大量商家和游客来此玩耍消费 古镇里提供吃住行 鱿鱼购和优质的配套设施 独特的三国人文文化和一部分的自然风景很有噱头 因此人气大爆 但是不到半年这里就门口若雀 走在景区里的人寥寥无几 大量商家生意冷淡 都纷纷转租关门大吉 曾经人气火爆热闹的古镇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如此惨淡 原因是古镇的封闭化管理实行门票收费制度 古镇的管理方认为收费可以促进古镇的经济发展和保护古镇环境不被破坏 但是门票制度的实行大大打击了游客的消费观光热情 全国古镇如此之多也不是非你不可 由此不到半年的古镇生意一落千丈 投资2.5亿的重大项目最后惨淡收场 其实有不少的古镇也有收费问题 但大多数是一些名气大的古镇 首先就拥有知名度 吸引游客来玩 加上独特的自然风光 诸葛古镇作为一个新建立的古镇 没有历史底蕴和自然景观 在刚聚集一些人气就开始收费 实在是一种感客行为 对于古镇的长久发展并没什么好处 小编想说古镇那么多 小伙伴们会去哪一个玩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